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怡萍 今天是2019年11月15號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台灣的大選 台灣這次大選可以說是一波三折高潮跌起 非常有看頭,就在兩天之前 國民黨中常委提出了一個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這個名單一出來就馬上引起了多方面的激烈的反彈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探討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份名單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感 第二個問題就是國民黨他為什麼會推出 這樣一份對自己的選情非常不利的名單 第三個是我的一個個人觀點 我認為這份名單不是讓國民黨亡黨 就會讓中華民國亡國 最後我要簡單的向大陸的民主派的朋友介紹一下 台灣立法院的這個選舉制度叫做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覺得這個制度非常好 值得將來大家在建設大陸民主制度的時候借鑒 11月13號的時候,國民黨中常委公佈了一份不分區選舉 不分區立委的名單馬上引起了黨內的很多人激烈反對 當晚就有很多的國民黨員到總部 國民黨總部去進行抗議 這種現狀出現這種狀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這份名單把很多國民黨的少壯派完全排除在外 引起了少壯派的不滿 第二個就是他把一些實力派的人物也排除在外了 比如說像朱立倫、郝龍斌、還有洪秀柱 那這些人他們都有很長的從政的經驗 有相當高的人氣,尤其是像洪秀柱 他現在正在代表國民黨在一個民進黨的 根基深厚的選區進行參選 他根本沒機會獲勝 實際上他就是在為國民黨做犧牲 而這種人他居然沒有進入不分區立委 這讓很多國民黨員都感覺到不公平 所以要抗議 那在普通的選民,中間選民中間 這份名單就更讓人反感了 因為這份名單裡面有三個人 他們在台灣可以說是臭名昭著 中間派的選民甚至很多泛男的選民 都對他們非常厭惡 哪三個人呢? 第一個叫做葉玉蘭 這個人在前幾個月很多次發表 反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這個言論 他支持中共,支持香港警察進行鎮壓 現在支持香港反送中是台灣主流民意 也是一個民主社會必然的政治取向 而這個葉玉蘭他居然敢公然的違反民意 逆潮流而動,雖然是成名了,成了名人 但是得到的只是臭名 而這種人居然被安排在部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最先是第一名,這能不引起大家的反感嗎? 這個名單裡面還有一個人比葉玉蘭的名聲更臭 叫做吳思淮 這個人本來是國民黨,是國軍的退役中將 退役之後他就經常往大陸跑 有一次還參加了一個中共的大會 在這個大會上面高唱中共的國歌 還恭恭敬敬的聆聽習大大的教訓 這些場面都被台灣的媒體給捕捉到了 讓台灣人都看見了 現在中共有兩千多個飛彈在對準台灣 經常說要武統台灣 中共是對台灣安全最大的威脅 你一個國軍中將你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衛台灣 結果你跑到敵對陣營去了唱敵人的國歌 接受敵人首領的訓話 什麼叫叛徒啊?這種人就是叛徒 這種人要是在其他國家那絕對是要被審判的 絕對是要被叛叛國罪的,要坐牢的 而這種人居然被國民黨推為不分區立委 而且排名還相當靠前,第四 也就是說國民黨只要贏到百分之十幾的政黨票 這種人就可以成為台灣的民意代表 就可以高居廟堂之上,作為國家的決策者 這不是很荒唐嗎? 還有一個比吳時懷名聲更臭的角色 剛開始的時候也進入了這份名單 那就是邱毅,邱毅在台灣臭名昭著 是因為他公開的擁護中共統一台灣 他說不能夠和平統一的話,武力統一也行 和平統一以後就可以實行一國兩制 武力統一的話那就要實行一國一制 而且統一了之後還要把那些搞台獨的人全部都抓起來 還呼籲中共對台灣進行斬首行動 這個家伙口才非常不錯,經常上大陸的政論節目 吹捧習近平擁護共產黨 國民黨原來他本身是被共產黨害得最慘的一個政黨 49年被趕出大陸了,幾百萬國民黨的軍政人員 被中共殘害致死,按理說那是對中共有血海深仇的 但是台灣民主化以後,他們就因為仇恨民進黨 仇恨台獨居然跟共產黨越走越近 那現在國民黨黨員基本上都是親共的 他們對中共的這個態度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和共、親共還有投共 和共就是說跟共產黨保持距離,大家和平相處 這種人像馬英九、朱立倫就是這一類的代表 那親共就是要和共產黨建立親密關係 簽訂和平協議,互相做生意 這一類的人就以吳敦義、洪秀柱為代表 還有一種叫投共,完全投入中共的懷抱 為中共打壓台灣人,為中共破壞台灣的民主 這種人就以邱毅和吳思懷為代表 那最後的這一類人,即使是在國民黨黨內 即使是在那些泛男的選民中間 大家對他們都是非常的嗤之以鼻的 現在他們堂而皇之的進了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而且排名這麼靠前,成了國民黨的骨幹主力 台灣的選民怎麼能夠沒意見呢? 台灣怎麼能夠不群情激憤呢? 在11月13號之前,台灣的民調一直顯示 在政黨票方面,國民黨對民進黨是有優勢的 13號之後這種優勢就沒了 到了15號,國民黨的高層架不住這麼大的反對聲 對這個名單進行了一些調整 他們把邱毅拿下來了,換上了張顯耀 但是我相信國民黨的民調支持度還是會繼續下滑 因為這個張顯耀也不是能夠讓大家放心的這麼一個人 如果說邱毅是一個公開的台間 那麼張顯耀就是中共藏在台灣的第五重隊 在2014年滿久執政的時候 當時的內政部就認為張顯耀是中共間諜 出賣了台灣的國防機密,對他進行了調查 他還被當時的陸委會把他撤銷了副主委的職務 後來可能是因為一些內勤 國民黨政府覺得不能夠公開 公開了之後會傷及到整個的國民黨 所以沒有對他進行法律上的懲治 當年的這個陸委會的主委叫做王玉琪 他曾經警告過這個張顯耀 要他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老實一點 那現在國民黨又重新把它列為不分區立委 相信輿論界的朋友一定會把這件事情 把過去的事情再翻出來 說不定國民黨民進黨的政府 還會重新找到一些線索調查他的案子 台灣的選民怎麼能對這種人放心呢? 用他來頂替邱毅怎麼會幫到國民黨的選情呢? 那現在有一個關鍵問題是國民黨高層 他為什麼會把這些人列為不分區立委? 難道是糊塗了嗎?難道他們不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嗎? 不知道這麼做對國民黨整個的選情相當的不利嗎? 我是絕對不相信的,吳敦義還有中常委的那些人 那些高層都是經驗老道的政客 這一點政治判斷力他們肯定是有的 那他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只有一種解釋 那就是他們受到了強大的外部壓力 不得已而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明明知道對國民黨不利,也必須得硬著頭皮去做 那是什麼力量?能這麼強大,能夠強迫他們去這麼做呢? 世界上只有一個力量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就是中共的力量 因為這些人他們如果成了不分區立委 那麼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共 他們進了立法院,中共就更容易得到台灣的情報了 尤其是國防方面的情報 立委他是有各方面的諮詢權的 有對於宣傳、購和的審查權的 還有修改憲法的提案的權 還有很多其他的可以改變台灣政治現狀的權力 中共將來無論對台灣是進行合統還是進行武統 都需要有一批人在立法院裡面為他們說話 為他們投票,為他們搞亂台灣 向他們出賣台灣的利益 而且現在中共這種需求是越來越急迫 所以這次台灣的大選 他們不僅僅要推出一個曾經受過他們培養的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還要推出一幫人,一幫他們控制的人進入立法會 這是因為習近平當局他們非常急迫的要對台灣動手了 習近平上台以後他就提出了中國夢 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麼一個政治目標 而且還提出了實現這個政治目標的這個時間表 就是兩個一百年 台灣人一定要知道 習近平所說的這個偉大復興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兩個一百年對台灣意味著什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所謂的就是要在經濟上變得很富有 在軍事上政治上變得很強大 兩個一百年呢,第一個一百年就是指中共成立一百週年 中共是1921年7月1號成立的 2021年的7月1號就滿一百週年 很快就要到了,第二個一百年呢 就是中共建政一百週年,2049年就到期 在中共公開的文宣裡面呢 他們只是說在第一個一百週年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第二個一百週年要全面實現現代化 其實中共的這個話他只說了一半 只說了經濟上、社會上的目標 還有另外的一半呢,他們沒有說 就是軍事和政治的目標 那就是在第一個一百年的時候要完成統一 也就是要統一台灣,合同不行就無統 只有統一台灣之後 他們才能夠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 那就是主宰全世界 他們如果連台灣都統一不了 他們如果連第一島鏈都突破不了 哪有什麼資格成為世界性的強國呢? 哪有資格統一全世界呢? 所以他們一定要統一台灣 而且只有在2021年前後統一台灣 習近平他本人也才能有資格成為 跟毛澤東一樣偉大的領袖 才能在2022年在任期屆滿之後再繼續執政 否則他繼續執政就會遭到黨內極大的阻力 極大的挑戰,如果被人拉下馬了 那他的下場會很悲慘 因為他過去這些年截仇太多了 如果不能夠繼續執政保持權力的話 那他輕則就成為阶下囚,重則性命難保 為了保命保全,他一定得拼死一搏 統一台灣就是他的一場好賭 國民黨內部的那些投共者就成了他的賭注 而要在2021年對台灣動手 他就必須把所有的力量現在都調動起來 選總統的選總統,選立委的選立委 即使是勝算不大,那也要孤注一職 他不能夠再等了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中共 他們對台灣的滲透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5月份的時候汪洋在北京接見了70家台灣媒體 這只是他們對台灣滲透的極小一部分 有100萬台商曾經長期的在大陸工作做生意 其中有多少人被大陸控制的 這一方面我們都沒有準確的數據 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拿來做參考 那就是在前幾個月台灣有位網紅叫館長 他發起了一個反紅媒的集會 原來大部分贊助他的那些台商立即就停止了贊助 大家可以藉此就推測一下 中共對台灣商界的滲透有多厲害 那他們對軍界和政界的滲透肯定是更加捨得花本錢 更加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這些力量都要調動起來了 因為決戰的時候要到了,豪賭的時候要到了 習近平這個人是敢於豪賭的 再說了,他現在也沒什麼退路了,他必須得賭一把 那習近平最後的豪賭能不能夠成功 他取決於台灣選民的智慧 從過去這大半年的民調的變化,選情的變化 看起來台灣的大部分的選民還是比較成熟的 不容易被忽悠,至少是不會長久的被忽悠 說起忽悠這個能力,韓國瑜算是出淚拔萃 但是他現在的勢頭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 絕對沒機會當總統了 而這一次國民黨推出來的這幾個投共的不分區立委 忽悠能力跟韓國瑜相比差太多了 隱藏自己身份的這個能力跟韓國瑜相比也是差太多了 所以說我相信多數的台灣選民很容易就能把他們 鑒別出來,相信多數的台灣選民會用自己的選票 把這幾個台間拉下來,讓他們沒有機會到立法院去 禍害台灣,出賣台灣 現在的問題是這幾個人在不分區立委名單裡面 實際上他就是綁架了國民黨 只要一部分選民把國民黨把政黨票投給國民黨 他們就鐵定當選了,比如說只要有5%的選民把票投給國民黨 那葉宇蘭就當選了,如果是有15%的人把票投給國民黨 吳思懷他就當選了,如果有30%的人把票投給國民黨 張顯耀就當選了,而這些人可能還包括國民黨裡面 不分區立委裡面的其他的隱藏的一些投控者 一旦當上了立委,那台灣就危險了 這就等於是中共在台灣埋下了一些地雷 等到他們開始統一台灣的時候 台灣就會被中共從內部爆破中華民國 那個時候也就要亡國了 所以如果選民要想保衛中華民國就必須得讓這幾個人 不能夠當選,不能讓他們當選 那也就是必須要讓國民黨徹底的毀滅 連5%的票都不能給他們 所以說這是一次好賭 不是選民用選票滅掉國民黨 就是中共通過國民黨內的台間來滅掉中華民國 所以希望台灣選民一定要看清楚這個形式 用選票來保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確實是值得保衛的 這個是整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也是未來中國大陸的民主燈塔 他的這個民主制度對於未來大陸民主制度 是非常有借鑑意義的 我在這裡給大家尤其是大陸的民主派的朋友 簡單的介紹一下不分區立委到底是怎麼來的 台灣立法院的這個選舉制度 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立法會一共有73個普通的議席 有六個原住民的議席 另外還有34個是不分區立委議席 那73個普通議席和六個原住民的議席 它都是由單一的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一個選區選一個立委,然後呢 所有選民還有第二張選票叫政黨票 這張選票不是投給個人的,而是投給政黨的 然後呢各個政黨按他所得票數的 在總票數中的百分比 大家來分配這34個立委的議席 當然有個最低的門檻 一個政黨最少要得到5%的選票 才有資格去分這個34個議席 那這兩票制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立法會的這個立法委員 立法院的委員都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由選區選出來的,那他的這個關注焦點 必然是在選區的那些選民的利益 這樣整個立法院它就沒有足夠的人 去關心整個國家層面的事情 比如說國防、外交、還有整體經濟狀況等等事情 那這對一個國家是非常不利的,政黨票 就是要選出一些不分區立委 就是要各個政黨培養一批這個宏觀上面 層面上處理國家事務的這些人才 然後通過這樣方式給他們全力 他們就不僅僅是要照顧普通選民的利益 他要照顧整個國家的利益 這樣子這兩方面單一選區的和不分區的這個立委 大家相互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比較完善的制度 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去照顧,所有人的事情都有人去關心去研究 這個制度我相信也是值得我們未來中國大陸的 這個民主運動、民主派借鑒的 將來在建立新的民主憲政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向台灣學習,採用這樣的制度 不僅僅是在全國層面採用這樣的制度 在各個省建立立法機構的時候也可以採用這樣的制度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大家